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老马让毒蛇安分点他会处理 然后按照毒蛇所说 老马很快在青龙帮的一个游戏厅找到了对方 小头目见到老马 撒鸭子就溜 被老马追得逃物客到时 居然还拿出了刀子想和老马比划比划 结果 虽然搞定了直接行凶之人 但根源还在两个帮派的老大身上 老马直接到主场找到了青龙帮的老大青龙 差点让对方爆弹算是劣势惩戒 然后把两位老大约到了一家餐厅 让两人握手言和 互相假笑免愁 还让手下拍了照片留作了纪念 两个老大也是十分的憋屈 不过在老马的辖区内 似乎得握着 是龙旧的盘着 三方势力在老马的威压下 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可三个外来人彻底搅乱了这里的格局 分别是老大张成和两个手下 桑彪和阿乐 三人在国内杀人被通缉后 偷渡到了韩国昌原 以放高利贷为生 他们手段残暴极其的嚣张 出售费死几惨 独师帮的一个马仔到昌原赌博后 欠下了张成的高利贷 三个月后 三千万便滚到了两个亿 马仔当然是还不起 张成直接让手下 费了对方一只手 然后让其联系老大来还钱 独师得知自己的小弟被认讹诈后 当即点起了币马 赶到了约定地点 看到狼狈的小弟 独师就气不打一处来 恶人都恶到他的头上了 打起欠条 吐了一口痰 就摸在了张成的身上 还钱 还个屁 这直接惹怒了张成三人 老大毒蛇血剑当场 小弟们则被张成三人的凶狠 都给吓傻了 纷纷臣服 就这样张成不费吹灰之力 就控制了整个毒蛇帮 并开始大肆敛财 以此来弥补自己高利贷的损失 这天 老马到春指掌管的KTV视察 老板春指 非让老马留下来喝一杯 老马本来是不愿意的 春指马上给老马 安排了无法拒绝的理由 老马嘴上说着不要 双腿却诚实地迈不动了 只能勉强地坐了下来 继续视察工作 此日早上 素素的老马被小姐叫醒 得知隔壁发生了暴力案件 警察来了 这下老马可慌了 如果被领导和手下看见 还不得危言扫地 慌忙穿上衣服准备溜走 结果碰到了手下 这样联系了老马一早上的手下 懵逼家无语 很快老马从女领般的口中 了解了案件的经过 原来昨天深夜 张成三人到KTV潇洒 本来KTV的陪酒女郎 就是只卖笑不卖身 可张成的两个手下非要墙上 于是和经理发生了冲突 张成本不想闹大 敷衍地道了个歉 准备离开 可这让春指邦的脸面核存 经理是不依不饶 这热怒了张成 直接让手下 懂事剁掉了经理的一只手 等春指邦的人反应过来好 张成三人早已离开 接着老马让春指邦的老大春指 不要妄动 警方会调查凶手的下落 如此奇迟大辱 春指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命运安排手下 查找凶手 而老马虽然在监控中 发现了张成三人的行踪 但画面模糊不清 而且指纹也没有匹配的对象 应该是偷渡过来的 于是老马开始四处打听 张成三人的底细 同时他从现任的口中得知 有三个从昌原过来的狠人 杀掉了毒蛇 吞并了毒蛇帮 这三人行踪隐秘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落脚点 老马本来不信 但警方很快就发现了毒蛇的碎尸 经过法医检验 确认了被害的正式毒蛇 如此 案件升级为杀人碎尸的恶情案件 被局长重点督办 让老马十分头疼 另一边 张成三人接受了毒蛇班后 接连犯案 也搜刮了大量的财富 可他们并不满足 形势依然嚣张 没有丝毫的收敛 反而是继续出击 抢占了青龙帮游戏厅的生意 都说恨的怕不要命的 青龙迫于压力 只得拱手枪让 不仅如此 张成还让手下 对周围的珊瑚 加倍收取保护费 加速敛财 只要稍有不从 便有血光之灾 不单单是珊瑚们敢怒不敢言 就连原来毒蛇班的老儿阿松 也是如此 他每天忍受张成的 肆意恐吓侮辱不说 就连老婆被强占 他还得顶着草原 在门口站岗 而此时 春侄的手下找上门来 对着阿松就是一顿暴打后 绑到了春侄面前 严刑拷打后 春侄得知毒蛇被杀 场子被砸 都是张成所为 阿松出卖了张成 自然没有好果子 加上他还对张成 恨之入骨 为了活命 为了报复 他主动提出 愿意做春侄的内应 老马这边 查到了张成三人的底细 由此确定 毒蛇被杀和KTV的案件 都是他们所为 巧合的事就在当晚 老马带着手下吃饭时 刚好遇到了张成三人 生面孔 说国语 其心相符 老马立即确定 就是这三人 马上安排手下 伺机而动 而张成也不傻 老马桌上的笔记 竟然相同的鞋子 便识破了 老马他们警察的身份 随后 他借口去了卫生间 然后突然出手 用热油 烫上了老马手下的 一个警员 张成的手下 又马上动手 夺门而出 而老马竟然 为了查看警员的伤势 错过了最佳时机 等再追出去时 张成三人 早已逃之夭夭 另一边 青龙手下的游戏厅 被抢后 他咽不下这口气 深夜 带着手下把游戏厅 砸了个稀巴烂 次日一早 张成的两个手下 收到消息后 立即赶了过来 看到现场后 更是气息败坏 立即动神 准备去找青龙的麻烦 然而青龙早有预料 派人一路监视 把桑彪两人 堵在了一处小巷 只可惜 没有等待张成 桑彪和阿乐 这种亡命图 确实能打 和青龙帮的十几个人 打得有来有回 不过 老马早已派人 让青龙帮的人撤走 桑彪不知道老马的厉害 居然还拿出刀子 准备单挑 虽然他比其他的混混强 可面对老马 只有被碾压的份 最终 他被老马泪晕 不过 阿乐见情况不妙 根本就不练战 此处奔逃 最终 从三楼一跃而下 逃脱了追捕 回到监局 被抓捕的桑彪 是软硬不吃 拘捕交代张成的藏身之处 甚至还想咬蛇自尽 搞得老马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另一边 桑彪被青龙射击 落到了警方的手里 张成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在青龙的老母亲 六十大兽当天 展开了报复 他手下阿乐 手持灭火器 制造了混乱 自己在手持斧头 趁乱而上 赶翻了青龙帮的 众多小弟后 亲自和青龙对线 青龙虽然身手也不错 也不像毒蛇那样 毫无防备 但依然不敌张成 被安在地上 一刀毙毙 喜事便丧事 光天化日 手持凶器 当众杀人 这件事很快就上了这搜 让警方很势难堪 必须尽快抓到张成等人 局长破语压力 先让广搜队接手 可张成的出现 把老马管辖的范围 弄得一团糟 他怎么可能轻易放手 况且 组长还等着 靠这件案子升职呢 当即表示 他们是在放长线 钓大鱼 要把黑帮一网打尽 成功的话 能抓到25个罪犯 虽然案子越大 麻烦越大 可如果破案 功劳也就越大 局长也心动了 便同意老马继续抓捕 与此同时 一个开发商 慕名找到了张成 原来他的一出工地 被春智邦纠缠 迟迟无法动工 开发商便开价十亿 买春智的人头 双方正在商谈时 春智邦的大量人员 包围了饭店 原来是阿松 把张成的行踪 泄流给了春智 张成见识不妙 冲出包围 跳窗而逃 快速上车 驾车逃离 期间青龙帮的人围追堵截 阿勒被捅了一刀 差点命丧当场 好在他们算是逃出了包围 阿松觉得机会难得 拿出事先藏后的匕首 便偷袭张成 结果他根本不是对手 转眼便被捅成了马蜂窝 事后 张成从阿松的老婆口中 一问出 春智邦的人照顾阿松 这下好了 不管是为了钱 还是为了报仇 干掉春智 都势在必行 而老马得知今天的事后 匆匆赶到了KTV 春智的手下 还想拦一下 老马前来 主要是想劝春智收手 别怕自己给搭进去了 毕竟张成这样的亡命之徒 不是一般的黑社会 能搞定的 可春智身为老大 什么也不做 会让兄弟们看清的 但老马坚持 让春智不要忘董 还给对方留了一件防刺服 随后为了尽快抓住张成 同时实现自己吹的牛 老马发动群众提供情报 并用手机和相机 拍下张成团伙的犯罪证据 群众们虽然十分惧怕 可不反抗的话 只能被一直压榨 况且他们现在 还有老马撑腰 于是群众们开始 各式手段 搜集罪证 只等实际成熟 便能一网打尽 几天的时间里 老马这里汇集的证据众多 张成团伙的骨干成员 至少有26人 证据充分 不过张成的行踪鬼秘 他的藏身之地 还是没有线索 导致老马始终没有办法收网 另一边被抓的丧表 突然被放了回来 原来 国内要印度丧表回去受审 可加速的两个警察在车上 不小心掉出了一包粉 便和同事抱怨 手里有缴获的大批粉 可惜在韩国找不到买家 丧表感叹 机会来了 他承诺 只要两人放了自己 他可以联系到买家 一个要钱 一个要自由 双方一拍即合 警察留下联系方式后 便放走了丧表 而丧表 打算让老大接下这桩买卖 毕竟卖粉 可比他们小打小闹 要赚得多 张成对这些 是一个字也不信 可丧表掏出了警察给的样品 一场还真是这个味儿 难道是真的 不过 他还是留了一个心眼 他让丧表一个人 带着小弟和警察会面 自己则去解决春职棒 这样 如果交易的事情是真的最好 如果是警方的陷阱 自己还能撑着警力空虚 轻松地端掉春职棒 张成的顾虑 一点没错 这其实都是老马给张成下的套 什么国内警察 不过是老马找的演员 演员得到丧表的回复后 老马立即动员警察 布下天罗地网 准备全面收网 可老马没想到 张成这么狡猾 大飞周章 依然只抓到了丧表 和一些小喽肉 就在丧表再次落网时 张成已经带人 杀进了春职棒的KTV 双方马上开始了火兵 KTV里杀神一片 春职察觉到不妙 连忙逃了出去 张成在后一路追击 此时的春职 是多么想念经常让他难堪的老马 可惜啊 老马是赶不过来了 不过 春职倒也不傻 一路朝着警局逃窜 眼看警局的大门就在眼前 张成却一马扑到了春职 朝着大腿就是一刀 老马松的防刺服 在关键时刻救了他一命 可即使这样 他马上就要被张成掐死 好在 警察和之前被张成 躺上的小警员 注意到了这边 张成见事不可为 只能放弃 仓皇逃窜 春职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张成一路逃回了老巢 联系不到丧表后 也明白 是落入了警方的陷阱 现在丧彪带的人和自己带的人 应该都被警方一网打尽了 当即决定拿着手上的陷阱 和阿乐连夜坐飞机逃离 只是他没有注意到 老马手下的小警员 一路跟踪他到了老巢 并马上汇报给了老马 老马接到电话后 急忙大人朝这边赶来 而小警员眼看两人要逃走 不得一只能暴露 拖延时间 关键时刻 老马及时赶到 救下了行踪暴露的小警员 此时 大批警察也随后赶到 老马被阿乐纠缠 张承无情恋战继续逃窜 虽然老马打孕了阿乐 可张承也再次逃走 张承一路逃到了一家餐厅 此时的他底盘被扫 小弟被抓 钱也没来得及带走 于是他联系上了开发商 黄承已经杀了春芷 索要十亿报仇 并约定在机场外会灭 此时 头一间看到了餐厅老板 拍摄的照片后 围有的怒火中烧 等一路追来的老马赶到时 只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老板一家 顿时 愤怒和愧疚涌上心头 他恨不得将张承碎尸万端 好在老板一家经过抢救 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而此时张承已经从开发商手中 拿到了十亿的存折 进入机场 买好机票后 在卫生间整理了仪表 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谁知他一抬头 就看到了早已等候多时的老马 原来开发商根本就没打算给钱 因为春芷被杀 张承就是个杀人犯 他只要举报对方就行 可没想到 差点丧命的春芷先一步找到了对方 威胁他照付十亿 反正张承也取不走 然后 春芷又把张承的行踪告知了老马 此时 电影的两个最高战力见面 都与除掉对方而后快 不过 张承在老马的面前 也仅仅是不错而已 完全勾不上势均力敌 即使张承用花盆砸 用拖把当武器 用碎玻璃偷袭 依然没有任何的作用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花招都是徒劳 最终 老马飞了他一条手臂后 将他靠了起来 没想到这货 依然嚣张 结果 这下 世界终于安静了 往日黑帮横行的唐人街 也重新焕发了升级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 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